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一键五星方式托举吉林一号高峰系列卫星点火升空 随后卫星被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再来回顾一下那些机动人性的场面 火箭起数发射升空 诶 等等 这发射台怎么感觉在海上 的确 此次长征11号运载火箭在黄海海域发射升空 这是我国第三次成功实施海上发射任务 也是我国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一站式发射 即总装 总测 出港 发射一体化 此前 火箭生产制造完成后 要组成整个火箭进行测试 测试后经铁路运输至发射场 整个过程相对复杂 如今 固体运在火箭产业基地距码头仅有5公里 火箭在这里完成对接 测试装填等环节后 经转运上船 全系统核链 航行至预定发射海域后即可完成发射 整个过程只需要3到4天时间 可以说 中国航天已经具备了稳定高效的海上发射能力 那么 为什么要在海上发射呢 地理上有个词叫 区位条件 指一个地区本身的条件 特点属性等 是一种包括自然资源 地理位置 经济 科技 政治 文化等 多方面的综合性概念 建设一个航天发射场 需要满足的区位条件一般是 纬度低 人烟稀少 地势平坦 视野开阔 气候和气象条件适宜 有时还要保证发射方向的主动断航区上 没有大城市或者重要工程等等因素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我国有九泉 西昌 太原 文昌四大航天发射场 他们半个多世纪以来 见证了我国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 而随着路上发射的不断成熟 我国海上发射技术也开始布局 长征11号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制 主要用于太阳同步轨道和近地轨道载核发射任务 支持单星发射 多星发射 星座快速组网和补网发射 截至目前 长征11号运载火箭共进行13次发射任务 其中10次为路上发射 三次海上发射 共计将58颗卫星送入太空 今年还将有一到三次海上发射计划 包括低清角圆轨道和太阳同步轨道 本次任务中 长征11号运载火箭在医院固体运载火箭产业基地 完成总装总册 随即转运至港口发射船 完成发射 准备并出海执行任务 首次实现了火箭总装总册出港发射的一体化 任务周期缩短三分之一 同时减少运输成本及运输过程可能产生的风险 为后续海上高频次批量化发射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海上发射其实是处于以下几点考虑 第一 提升火箭运载能力 一般来讲 海上发射平台更接近赤道附近的低维度地区 不仅能节约卫星调资变轨的燃料 还会最大限度地利用地球自转的力量 为火箭省力 进一步提高火箭的运载能力 有效降低火箭发射和卫星运营成本 第二 提升火箭发射的安全性 由于火箭在飞行过程中会多次进行仓段的分离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建立的 内陆火箭发射场周边的火箭残骸落区 不再是绝对的无人区 因此在设计火箭的飞行轨迹时 宁可牺牲运载能力 也要尽量避开村镇 同时 在每次发射任务之前 还要将落区内百姓疏散到安全地带 保障人员安全 这给当地百姓带来极大的不便 也增加了火箭发射的经济成本和工作难度 采取海上发射 灵活选择发射点 航区和残骸落区大多为公海 有效解决航落区安全性问题 第三 增加灵活机动性 长征11号海上发射 可有效填补0至19度倾角 卫星发射能力空白 卫星的发射倾角是指卫星发射方向与赤道的夹角 所以卫星能达到的最小轨道倾角 其实就是所在发射场的纬度 我国目前纬度最低的发射场 是位于北纬19度左右的文昌航天发射场 而一旦卫星的设计发射 轻角小于19度 甚至到0度 将在发射入轨过程中消耗大量能量 进而降低卫星寿命 陆地发射需要发射场 而海上没有固定的发射场和塔架 究竟是如何实现平稳发射的呢 答案就是半潜式博船了 它的甲板面积十分巨大 长110米 宽近80米 面积超过一个标准的足球场 载重约2万吨 时速每小时20多公里 由全电力推进 具有快速调载功能 由它改装成的发射平台 可以同时容纳下火箭 各种保障车辆 以及各种设备 跟陆地上一样 虽然是临时搭乘了一回船 发射塔架还是必不可少的 这个高15.5米的家伙 就是海上发射的特别定制 在发射之前 长征11号在塔架的牵引下完成起数 同时塔架还将保证 整个火箭舰体的稳定 火箭那么多 为什么这次开创性的海上发射 交给了个子小小的长征11了呢 这要从长征11的特性说起 长征11号火箭 是我国长征系列中 火箭中唯一使用固体燃料 作为推进剂的火箭 固体燃料就意味着 燃料可以提前填充好 并且长期注存 不用像液体火箭一样 在发射前进行燃料加注 节省了大量的发射流程 海上发射前 只要把火箭竖起来 进行地面电缆的连接就可以了 此外 长征11号全长近21米 舰体直径2米 长度几乎只有其他火箭的一半 当然了 个子小也有个子小的优势 它就是可以更加灵活快捷地 进行运输和发射 2019年6月5日 长征11号运载火箭 在黄海海域以海射方式实现 一箭七星 我国首次固体运载火箭海上 发射技术试验成功 当天 国家航天局在新闻稿中表示 本次试验采用长征11号 海射型固体运载火箭 以民用船舶为发射平台 探索了我国海上发射管理模式 验证了海上发射能力 9月15日 再次以海射方式出征的 长征11号运载火箭 其实是在位于山东海洋的 东方航天港完成了发射任务 2019年7月30日 就在我国首次海上发射技术 试验不久后 我国首个海上发射母港 东方航天港的建设工程启动 2020年4月 东方航天港项目开工 至此 旨在推动海上发射高频化 常态化 系统化的东方航天港 终于实现了首次海上应用发射 未来 一个百亿级商业航天高科技产业集群 将全面崛起 进而带动海洋装备制造 金属材料 机械电子等传统产业 新材料 新能源 卫星网络等新兴产业跨越发展 中立海洋向国内知名的航天产业新城迈进 塑造一张星光闪耀的城市新名片 对于东方航天港建成后的潜在发射能力而言 长征11号运载火箭副总指挥 精心初步透露 随着商业固体火箭海洋产业基地 一期的建成投用 已具备年产20发固体运载火箭 总装测试能力和海上发射支持保证能力 这也意味着 东方航天港将开启密集发射的大幕 海上发射高频次常态化的时代正在开启 放眼全球 各国都在不断推进海上发射技术 这里不得不提到一家公司 世界上唯一提供海基发射服务的海上发射公司 1995年 美国、乌克兰、俄罗斯和挪威共同投资成立了海上发射公司 1996年8月 该公司海上发射平台开始施工 1997年6月 主体平台竣工 1999年3月27日 发射了第一个验证卫星 1999年10月9日 发射了第一个商业卫星 之后 该公司发射的运载器 有效载和基本都是通信卫星 不仅是海上发射公司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也将目光聚焦于海上发射 2020年6月 外媒称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发布了一条 离岸运营工程师职位的招聘信息 设计和建造可操作的海上火箭发射设施 有在海上生活、工作或有海上离岸行业经验者优先 对此 马斯克在推特上解释 发射场距离陆地要足够远 发射和着陆时才不会扰民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可能会在两三年内 借助海上发射台进行飞船是非 不可否认的是 中国海上发射常态化时代真的要到来了 正如马斯克所说 海洋太空港式星际飞船及其运载火箭的未来 长十一这一次的海上发射 实现了航天加海工的技术融合 突破海上发射稳定性 无线通信可靠性等关键技术 全面验证海上发射技术流程 为我国后续大规模的海上发射奠定了基础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和大海 这一次让我们换一种方式问鼎苍穹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